有些朋友問 究竟青光眼有沒有急性 剛才我們說過的內容 都說青光眼是慢性 慢慢破壞你的視力 但原來青光眼有一個種類 急性來得很快 那些病人通常是甚麼人 那些人是中年的女性 亞洲人 那些人通常不是大近視 而是有軟視 那些人戴很大褲的眼鏡 好像一個放大鏡 40歲之前很容易腦花 那些人容易患上急性青光眼的病 急性青光眼起的病徵 有時睜眼突然很紅 很痛 很怕肝 睜眼紅了 但頭痛到會作嘔 這麼厲害 那這個病一定要立刻醫治 如果你不醫治的話 其實一天兩天之內 就可以破壞了眼後面的神經線 令到它完全失明 去到看急症的時候 醫生會給一些藥水 甚至幫他做一些激光 幫他控制的情況 這個病通常為何會發作呢 其實就是 原來我們剛才說過 眼睛有一個排水系統 就在眼前方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排水系統突然間受到破壞的時候 或者完全閉塞的時候 眼中就會穿著很多水 壓力就會升到很高 比正常人高三倍、四倍 所以才會有很多頭痛、作嘔 看東西有彩虹光圈的病徵 那些人發作的時候 通常是甚麼時間呢 就是冬天、轉季節的時候 因為那時很多時候 病人會傷風感冒咳 他會看醫生 醫生有時會處方了一些咳藥水 以及一些收鼻水的藥 當這些藥吃了下去的時候 而眼睛本身的排水系統 都不太好的時候 會令到眼睛突然間這個位置 那個瞳孔擴大了 令到眼睛完全的排水系統 完全失靈 就會發作急性青光眼 所以青光眼的確有慢性急性之分 如果眼睛有剛才所說的病徵 不可以等了 立即去看醫生 如果醫生幫你在例行檢查的時候 發覺你有急性青光眼的機會 醫生會建議你做一些簡單的激光治療 或者做一個水晶體手術 那你就預防了患急性青光眼的機會了